我回国了 这两年我很想你 你愿意见见我吗 今天 我一定要跟渊总正式表白 成为她的女朋友 没想到的是 她的青梅竹马回来了 你是谁啊 干嘛扔我蛋糕 大员不喜欢吃蛋糕 我不知道呢 私人小助理 把我行李提进室 大员房间对面 曼妮 你怎么在这儿 我在国外研究生毕业了呀 对 我还买了最想吃的蛋糕 当作报答 你就收留我吧 来了 我是渊总的行政助理 我来给总裁 送她昨天订的项链 这是总裁签交换鞋的礼物 应该是送给她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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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有个会 就不进去了 你帮我转嫁给渊总 好 珊珊 这个给你 这个给你 难道 那个很重要的人是我 这是总裁签交换鞋的礼物 应该是送给她最重要的 对 刚才奶奶给我打电话 说让我一定把这个收拾 帮我谢谢奶奶 珊珊 你这样吃鱼籽酱 就是暴挺挺悟 你没吃过鱼籽酱吗 嗯 手指的温度 是为破坏红酒的质感的 得拿在它的细角处 像这样 你怎么能这点尝试都没有啊 这么多年啊 你还是那么喜欢喝酒 莫子托啊 我的要尝尝是什么味道 哎 你 我处理一下工作的事 你们先吃 珊珊 像大渊这种名少有为的总裁 身边男女人那种 做白日梦 想攀高枝的女人 但人呢 跪在有自知之明 你懂我的意思吗 什么意思 那我说得再明白一点 如果你和他在一起 你能帮到他什么啊 今天吃顿饭你就扬相百出 那有一天 你和他去那种商务酒会 岂不得闹更大的笑话 你知道大渊喜欢喝哪个庄园的红酒吗 知道他喜欢收集哪个画家的作品吗 你都不知道 有一句话 圈子不投 不要强容 生活是门当户对 我才是大渊最适合的 这个项链 这是他送给我的回国礼物 怎么了 这是总裁千丢二选的礼物 应该是送给他最重要的 不会了 大渊 谢谢你送给我的回国礼物 我很喜欢 哎 你这 圆总 我还有事情先走了 哎 珊珊 大渊 圆总 祝你幸福 您的视频还非壮 这个项链 就是他送给我的回国礼物 圆总 祝你幸福 珊珊 圆总 我这是向你提出辞职 不准辞职 安妮很优秀 她比我更适合待在您的身边 她只是我公司合伙人的女儿 我跟她只被一天 你不用跟我解释 和我没关系了 谁说跟你没关系 你是我最赛 是我最赛 您是你的人 一道墙 但我发现你山床 不安的梦 一丝暖暖的梦 我原本想正式回忆你的心意 没想到发生这样的事情 让你受委屈了 但你算她项链 她不应该才是你最在意的人吗 项链 好漂亮啊 别碰 那不是给你的 那是我原本想给你告完的时候 送给你的 珊珊 我喜欢你 你愿意以结合为前提 正式和我交往吗 我喜欢你 你愿意以结合为前提 正式和我交往吗 可是我什么都不会 你喜欢我什么 你的笑容 你的可爱 你挡在我面前的时候 我落怀的时候 奶奶帮你告怀你害羞的时候 那我要是害你丢脸 那我就当个大圆转 或是我们不太永远 或是我们不太永远 大圆 珊珊 你刚刚怎么突然走了 项链给我 我 你不配戴她 这是送给珊珊的你 别人碰过她 大圆你干什么 阿 妈 我容忍你是因为我们两家有商业合作 但是今天 你触碰到了我的底线 以后不要再联系了 明明知道自己会过敏 干嘛还去碰她 现在这么难受 比起难受 我更害怕你误会我 我送给你的东西没了 不过你放心 以后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 我想要 我们才刚在一起 进展是不是太快了 我想要它 第二颗钮扣最靠近心脏 如果和女朋友的闺蜜相处的话 那这一段练习很迟早 渊总别紧张 见你又闺蜜谁都有第一次 我是专业的 按我说的做 绝对没问题 好好好 你说 第一 在闺蜜眼中 只有完美的合格男友 才会配得上他们的闺蜜 那么接下来的几天 我将为让你成为一名 完全合格的 完美男友 二四零 三一零 四六零 还有安石库合护店 红糖 保温杯 热水 接下来的五天 我会随时待命 这是零食 还有你最爱看的剧 还有键盘 我会乖乖地在这做 让你告诉我 我到底哪做错了 现在你什么都会了 去吧渊总 去迎接你真正的挑战 女孩子容易公寒 还是要多喝热水 我算了一下 你一天要喝六杯热水 现在只喝了半杯的料 这是五杯半的料 你慢慢喝 渊总 你太夸张了 你男朋友呢 我也不知道 你是想要她对吧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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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我不要了 我不要了 女人说不要就是要 服务员 来份大份的肘子面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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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他也太直男了吧 简直是刚进水泥的直男 你们是不是不喜欢他呀 你一天要喝六杯热水 现在只喝了半杯的料 喵喵 服务员 来份大份的肘子面 我也不知道她今天怎么就 不 我们很喜欢她 她的行为虽然很带着 但是我们能看得出来 她很想得到我们的认可 因为喜欢你 你是想要她对吧 她对你不好 对她心生不满 之所以在乎我们的眼光 归根结底 还是因为喜欢你 雅雅 你以后要是感觉姜山不好 我们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放心吧 我以后一定会好好对姜山的 别动 今天我发现了你的另一名 憨憨的 很可爱 你才憨 你说 我们会一直在一起吗 我先回家了 我这一趟就没过去 我以你心结诚会过满 但奇怪的是与你 约总 这一趟就没过去 我要和你天哪 你看如果我都很别 Makes한 快到了 还没过去 问我 活着怎么 в vino 什么时候 到我们都可以 好 快点 啦 我 wollte 交给他们签字就可以了 MC集团的艾总 已经在会议室等你了 走 艾米 大渊 你什么时候从深圳回来的 我都回来一个月了 就是想给你一个惊喜嘛 我问我 没事 我已经好了 看 珍珊 去给艾总倒杯茶 这位是 我新来的助理 艾总 我去给您倒茶 你知道吗 艾总是总裁的大学师姐 他们茶点就在一起了 那为什么会在一起 我听说好像你总裁是有什么病 不能靠近你的 所以才不能出口的 艾总 您的茶 谢谢 没事吧 没事 我那儿有药膏 我帮你喝一下 就算了你爱你也别爱你可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突然不是她特别的存在了 喂 艾总 珍珊 今晚情人节我就不过来了 我要陪艾米吃饭 你跟着她的 我看你 你老是什么 你也怕有恨 你还只管它 你挺住的 你还只管它 我知道你跟我走 你还只管它 我还只管它 我只管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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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更加只管它 我只管它 学校门口的男嘉卤肉饭 你还记得吗 他们家的蛋特别大 我就知道 你不会忘记我生日的 我们分手吧 杉杉 没有什么意思 对不起 其实我爱的人是爱你 当初如果不是因为我 不能接触异性 我早就和爱你在一起了 现在我的病好了 我想去弥补曾经的一个人 你会成就吗 对吗 你会成就吗 对吗 大人 你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吗 这卡里面有一百万 算是我对你的补偿 你敢动我已运一下事 我喜欢你 你愿意接护味神经 我喜欢你 你愿意接护味神经 我喜欢你 你愿意接护味神经 正是和我家 哥 林震又是何苦呢 我总不能拖累她吧 医生 我为什么再也不能碰山山呢 任总 您现在不仅仅是不能碰山山的 您的过敏反应越来越低 这不是常规的心理疾病 很有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您必须马上出国治疗 那治疗的成功率高吗 只有百分之二十的代表 如果治疗失败 可能会影响您的正常生活 这个药效应该能持续一周 一周之内 您应该不会再对女人过敏 但还想提醒您一下 这个药是有副作用的 一周的时间 应该足够让我骗她了 如果以后会成为你的负担 我宁愿 把你归还于人海 男朋友的病治好了 本来是件高兴的事 但 我们分手吧 山山 你怎么来了 我们已经分手了 我不想就这样结束 出去 一个月 和我认真谈一场恋爱 如果一个月后你还这样想 我成全你 第一天穿琴礼装约会 我们还没坏 电影要开始了 你要觉得赶不上的话 就自己先去 第三天一起过生日 猜猜我许了什么约 明天和丽华的合同 必须要拿下来 帮我约李总吃饭 你刚刚说什么 第五天 我们一起熬夜看鬼片 大渊 都能过了吗 大渊 第十五天 一起去山上露营 大渊 我一会儿还有个会 你自己先去吧 第二十天 一起吃大排档 小姑娘 我们这边就要打烊了 第三十天 今天是婚纱 小姐 这款婚纱真好看哦 林先生吗 他 不会来了 大半夜的不离家 不接电话 你以为这样我会着急吗 你以为这样我会着急吗 我现在在你眼里 是不是就像个笑话 别向你表妹艾米来演戏了 我都知道了 我给自己三十天的时间 那天 想挽回这段感情 是因为我喜欢你 我不甘心 我们的感情 才刚开始就结束了 以前 我只是想远远远地望着你 我只是想远远地望着你 但是后来是你 是你闯入了我的生活 我不甘心的越来越多 是我的错 是我太贪心了 我只是想不透 怎么突然就 就不喜欢我了 我的频率 我带来寂静 在时间里遇时 疲惫 如您所愿 我再也不会答扰你了 我等你平静 分来还笑如停 想听你上瘾 听见风关心 只有百分之二十的感觉 如果治疗失败 可能会影响您的正常生活 他 不会来的 人选总不好了 杉杉小姐要结婚了 那个对象还是你爸给介绍的 人选总不好了 杉杉小姐要结婚了 那个对象还是你爸给介绍的 杉杉 大冤这臭小子 是叔叔没管教好 这是叔叔给你的补偿 听说你要结婚了 对 我正在挑选结婚对象 婚姻不是儿戏 你应该仔细考虑 是 所以说我在认真挑选 我妈说 女人结婚后就应该回归家庭 我妈说 女人家人是五岁时 就应该要孩子走 我妈还说 你妈说你可以走了 金美 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 咱俩在一起 刚好合适 性别倒是挺合适的 长期能毕业 目前在一家外企担任高管 我是一名孤儿 和我结婚 不存在什么婆媳关系问题 以后车钥匙 工资卡 房产证 一律上交 以后吵架都是我的错 说这么好听 不会是身体有什么难言之隐吧 不管怎么样 都比我前男友好 我想问一下 你要是跟我谈恋爱的话 会突然跟我说分手吗 不会 这不是渣男行为吗 还有 你会找其他女人来演戏骗我吗 肯定不会 我觉得这种行为吧 特幼稚 我有多么吧 得了绝症 就为了不拖累她女朋友 就各处伤害她 搞得日下整日以泪洗面 我说你这 你说说 这算什么男人啊 对啊 人家是不想拖累的 我们什么时候结婚 现在凌晨 明天办婚礼 行 走 上车 这位先生 请不要骚扰我的未婚妻 哎弄 response 总裁 今天姟姟小姐结婚 你真的不去看看吗 不去了 我又以什么样的身份进去了 哎 总裁 你看这男的抖音里 怎么和别的女人拍恩爱视频啊 姟姟 你不能嫁给他 这个人她还有女朋友 如果不能嫁给自己喜欢的人 嫁给谁都是张舅 他快来了 你走吧 珊珊 如果你不让我嫁给他的话 换你来娶我 你敢吗 你的病叔叔已经告诉我了 大约 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 如果你还要推开我 我现在立马就结婚 我的病治愈率很低的 甚至会危及生命 我无法成为一个合格的丈夫 也无法给你依靠 珊珊 这样对你来说不公平 公不公平是我决定的 我已经成年了 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我愿意和你一起面对 只是你 你愿意支持我吗 姐夫 接着 等一下 等一下 别客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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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轻日寄 不管何时何礼 都消不了彼此的柔轻 我爱你 жест 就跟我犧�** 我约 ا 省 علي 我会等着 你亲手为我戴上的那一天 我的故事重现 臭小子 我告诉你 你要敢伤到我老婆 我揍死你 妈妈 爸爸她好凶啊 没事 爸爸吓唬你呢 我告诉你 在我这儿 你妈永远来第一 你就是个意外 走 爸爸 妈妈 等着我